8月18日正式复更新的 我们的位移计量单位 曹操迎来了一波加强 取消了开大后回血的内置CD 看到这里啊 我脑海里马上闪现过一个强法 曹操可以出攻速装了 我们都知道曹操的大招是他的核心 没打的曹操谁都能砍 有打的曹操啊 那也是谁都能砍 这也就意味着曹操需要一定的冷却缩减 可以保证他在中后期 频繁的团战发生时都有大招 那在关齐大招描述啊 曹操其释放技能 普攻次数和攻击力 都会影响他的回复数值 也就是说 攻速攻击力和减CD这三个属性啊 都是曹操的核心需求 于是啊 针对这些属性啊 总结了一套搭配 出张为 任性鞋 暗影战斧 极寒风暴 影刃 不死俩之眼和无尽 名文 十手烈十一眼 无红月 无火源 这套搭配啊 拥有35%的减CD 和近600的物攻 在攻速方面 一级就因为有18%的攻速 卡到了16.6%的攻速档位 后期在叠满自身被动 和触发引刃被动后啊 即可达到152的最高攻速档位 再搭配无尽战刃和暴击名文 总共50.5%的暴击率 可以说啊 是更容易触发引刃的被动 同时也满足了攻击力的需求 那么这套搭配啊 和以前的常规出装相比啊 究竟强在哪里呢 让我们来看 首先在回复效果方面啊 由于胎大瞬间回复量 和不死鳥之眼的 对回复量提升的效果啊 都与四升以损失生命值有关 而在测试过程中啊 两种出装下的实时血量 是很难保证一致的 这会导致测出来的数值啊 不准确 所以我们暂不考虑这两点 只比较开大后 单次普攻和技能的回复效果 我们可以看到啊 新出装在开大后 每次回复534点血 之前的常规出装 每次是551 虽然新出装的单次回血量 要低于常规出装 但别急啊 我们来看看次数 新出的装备啊 最后打出了24回血 而常规出装啊 只有14次回血 最后算下来 新出装的总回血量有1万多 比常规出装多了3000左右 如果再算上不死鸟的争议啊 差距只会更大 其实啊 在伤害方面 新的出装开大期间啊 伤害有13000左右 而常规出装啊 只能打出9000左右的伤害 这都由于新出装 攻速CD更快 可以在开大期间 打出更多的技能和普攻 所以回复量和伤害都更高 看完数值对比后啊 就让我们再去看看实战效果 你看这一步啊下路遭遇三人 看到队友啊 正在赶来 立马开启砍王模式 对着三人啊 边砍边吸 不量针机丢完大招 直接闪现流 我立马跟上一闪 躲避连环控制 击杀针机 随后赵云赶来啊 我趁着大招时间还没有过 继续跟他战路回血 在一番简单出霸的血拼后啊 赵云倒下了 看了一眼地图啊 对面的鱼姬和鬼骨子即将到达 此时的我啊 已经状态不佳 三看了一眼大招CD啊 心里涌起了再狂一色的冲动 先往后拉扯一段距离 防止被鱼姬顺鸟 然后开启大招回血 拎起大招冲向最后两名敌人 在打出鱼姬的复活甲后 再找后面的鬼骨子吸血 顺便收掉他的人头 转过时来 宇昌飞带走鱼姬 拿下三杀 在这波半分钟的团战里啊 使用这套装备的我啊 开出了两次大招 拿下了四个人头 但实战中的装备选择 也要根据当前局势来定 比如说这一步啊 大后期对面比较肉 伤害也比较高 那就肯定要把暗影战斧 换成碎星锤 鞋子换成复活甲 借野怪打出引刃被动后啊 直接进场 先用第一条命 吃掉对面三人的控制与伤害 再换明刀 复活后等大招CD也好了 直接开大 先杀掉残血的天洁 然后在对面剩余四人的集火下 宛如一尊不死战胜 是边砍边吸 一个人砍对面四个 最后带走纳可露露和亚瑟 斩过三杀 觉得猛的兄弟们 给我刷破猛 到了这里啊 有小伙伴会说啊 那如果对面出了制裁梦魇 怎么办 我想我会做好某刻吸不上血 战死的准备 然后冲上去以敌人血拼 因为我光速拔刀 绝不退缩 好了 那今天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还觉得不错的话 别忘了分享给你的心同好友 我是张倩 我们下期再见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多多转发 拜拜